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三宝巴昆仁 那今天要介绍是名词加累 一个文法的用法 那他的文法是名词加累 将两个句子连结在一起 由于将前一个句子中段 再结后句 因此又称为终止性 所以今天要来讲的是名词 终止性,累的用法 我们先来举个例 我是学生,不是老师 那形容词、动词也可以借这个终止性 这个影片呢 我们先学这个名词的用法 那后面会陆续教形容词与动词的一些法 何谓中止性呢? 中止性跟名词 顾名示意 就是句子进行到一半就中断 用来承接前后的句子 而名词的中止性 即为累 而动词、形容词的中止性 则为贴 而因此又被称为贴型 普通体的断定住动词呢 它就是 那的中止性 也是只要将 辣 改为 累 即可 我举了例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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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句子暫時中斷 跟主題相同時 我們就稱為連續敘述 後句的主題就可以勝略 我們用我是學生 我不是老師的例子來看看 原本的例子就是 私は学生です 私は先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改為終止時 私は学生的先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有沒有不一樣 私為主題 可看出兩個句子的主題相同 而因此經過中止性變化之後 後句主題的私 它是可以省略的 第二相對敘述 如果前後主題不同 那麼兩個主題都必須標示出來 這樣的情況就稱為相對敘述 所謂相對敘述 就是指兩個主題各自的描述內容 而且它是不相同的 能夠加以對照或說明 我們用我是學生 小田 不是學生的例子來看看 原本的句子 我才是學生的選不相同 我才不是學生的選不相同 階才是學生的選不相同 改為棘述 中止性 我才是學生的 我才是學生的 我才是學生的選手 以前是为主题 可看出前后句子 主题并不相同 而且这个描述也不一样 因此变化之后 后面的句子的主题 当然就不可以省略了 另外相对叙述也可以称为对比叙述 但是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比较异味 而且偏向于这个单纯的一个描述 那第四个就是实事 宗旨行不负责表示实事 实事由末句也就是最后一句来决定 譬如说 现在是学生 二十岁 那时我学生二十岁 他是过去时 那时候是学生二十岁 如果前后句呢 实事不一样 就完全是两句话了 不会用中指形连接 请分开来说明这样子 那时候我学生二十岁 那时候是学生 现在是公司的职业 那时候是学生 现在是公司的职业 学生叶瓦ate 我不用学生 学生叶瓦ate 先生 我不是学生 我是老师 而这个是从 LINE加上TED的变化而来的 那以上是名词的种子型加类的一个用法来做说明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按赞并按分享 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 不要错过三宝八的每一个影片 拜